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放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与《老妈提花》两部记录影片 特别邀请王丹张铁志两位知名摄运人士 深入探讨艾未未的行为艺术 以及当今中国对言论自由钳制的情势 我们在安一宾馆的158 安一宾馆 对 门打开 我是写号房间是在513房间 对 他们已经泡面入了 经过来 你打人出来 分开吧 我不知道你是谁啊 什么打人都给120你都不行啦 你们能力 Такывá 你们能力 sus fille打人吗 这么多城市 电话拿手可以呀 你这么说她说你打人吗 谁打人 谁看见 nie 受信 刺激 是 Mull y 要讲证据的 这警察就是这样做的吗 你有什么证据的 谁打的 我没人打的你 打你哪的 伤在哪 你有什么理由 什么事 你们大晚上打我 我了 什么叫啥门啊警察 一行检察什么叫 一行检察打人吗 谁打你呢 谁打你 谁打你呢 我听见你喊的 我过来了 对不对 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谁打我了 知道吗 清楚地告诉你 谁打的你啊 我就问你啊 你不要打人我 你自己撕的 我自己撕的 我自己打的自己 对 你要为什么这样说 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只能这样跟你解释 因为我没有看见 任何人打你 就是艾薇薇确实 已经使得当局感到威胁 这个威胁 我要强调就是说 从艾薇薇的身上 我们看到中国的 这种反抗运动啊 来自民间的这种反抗运动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倘若说刘晓波啊 是传统的反抗运动 政治反抗的话 我要强调说 艾薇薇其实不是政治反抗 其实你看艾薇的 很多关注点 不是纯政治事物 艾薇薇自己也没有一套 完整的宪政理论啊 什么的 它都是从个人的尊严 人的自由出发 其实它是一种公民反抗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 就是我们中国的反对运动 公民社会啊 开始从政治反抗 转向公民反抗 这个是意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因为你的反抗运动的特质 一旦从政治反抗 转为公民反抗 所谓 civil disorder 和disorbidance 那种 它等于把你的这个追随者的 这个群就扩大很多 比如说刘晓波代表的是 这种政治反抗 那么追随刘晓波的 参与的这种啊 基本上都是一些政治意义人士 可是你看到追随艾薇薇的 很多都不是政治意义人士 大学生 艺术工作者 甚至是访民 对不对 所以当一个反抗运动 从政治反抗变为公民反抗的时候 意味着反抗的队伍 就会非常的扩大 这个我想是当局绝对不能允许的 当局恐怕也看到了这个危险性 我觉得这是当局要抓艾薇薇的 主要一个原因啊 那么第二个原因 其实是跟茉莉花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从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开始 我觉得当局其实做了很大的反思 这个反思其中一点就是他们看到 中东茉莉花革命背后的 推动的这种工具主要就是网络 对不对 所以那个突尼西亚和埃及爆发 茉莉花革命以后啊 北京的当局很快就召开了一个 高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讨论会 这次会非常高层啊 胡锦涛有讲话 胡锦涛那次讲话的一个中心啊 重点就是说要加强网络的管理 胡锦涛讲话之后大概不到24小时 我的脸书上就出现了大规模集团性 出现了大批五毛啊 就是上来大家知道五毛是什么啊 就是领了政府的钱到网络上去发表一些 就是捣乱啊或者维护政府的一些言论 你可以看到就是不光是我的网站 就是很多人的网站都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当局开始积极的在网络上 加强这种控管工作 所以证明说当局已经认识到 网络是产生茉莉花革命的主要的管道 那么后来中国内部也有一些 关于茉莉花革命的号召 也是从网络开始的 所以当局就下了一个决心 严打网络 那么所谓的杀鸡警猴啊 什么打蛇打七寸 严打网络要抓谁 我想非艾维莫属啊 艾维莫就是 艾维莫所有的影响力都是通过网络来散发 而且艾维莫不仅是在网络上建立它的影响力 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战略转移 就是叫摘掉马甲 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在网络上 可是每个人都在一个ID后面 都带了一个马甲 可是艾维莫致力于说 让大家摘掉马甲 所以他搞这种和谐宴啊 他动员这些义工去调查这个四川地震啊 都是让这些人从网上走出来 变成活生人 让网民变成现实中的公民参与者 那么这个也是让当局感到非常担忧和害怕的了 所以我觉得艾维莫就是代表说 网络可能变成颜色革命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然后我现在立刻就能发 然后你就通过这个手机就可以发到推特了 是 我现在就发 马上就上去了 你只要打开网 它就在上面了 这个事件的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可能大家没注意到 是我怎么用推特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呢 我是在多年来 一直关注博客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实际上互联网的这种可能性 这个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在这几年 警察没发现你在发短信吗 警察没没收我的手机 其实把我手机先抢走了 在我的这个要求下还是还给了我 还给我以后我就开始 你怎么跟他把手机要回来的 因为一般警察收的手机是不会还给你的 我就是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就大喊大叫了 我就说你们必须得还我手机 那么进入那个电梯的时候呢 电梯是不锈钢的那个 那个整个那个提箱里面 那我一进去 我看到后面两个警察跟我进来 还做小指头 我在那个 反光中能看到他们 我就拍了这一张 这张呢就被世界上所有媒体都转载了 就是两个警察和我在一个非常近的距离里面 我没对着他们拍 我对着反光 拍折射回来的 实际上他们看到我是拍的我前方 但是其实是把他们拍进去了 因为我经常拍照 有几十年的拍照经验 所以我特别会控制这些东西 角度啊 还有这个光线什么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拍出来的东西是可用的 就是后来他们在这个 他明镜周刊上一篇文章叫做手机革命者 是专门写我的 就是说 说这是手机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张图片 就是说谈到这个 实际上他的原稿上谈到这张图片是和蒙娜丽莎 还有这个比加索的这个高尼卡是一样重要的图像 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 所以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他是谈到了一个艺术家 如何用新的技术方式来和这个集权 还有专制来做这么一个较劲的这么一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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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